来看一道一错题 八年前小王是八岁 八年后小王是几岁 读完题是不是很多同学立马出了答案 16岁 那你就做错了 因为仔细来分析题目 八年前八年后 这个前和后都是相对于今年来说的 所以说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一错点 那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轴来看一看 先找到今年的位置 这个是今年 那找八年前往前倒八年 在这个地方八年前小王是八岁 好那问我们是八年后 也是在今年的基础上往后倒八年 这是八年后 来直接看图这个地方是几岁呢 你看八岁过了八年 八加八得到的是今年的岁数 八年后还要再加八 所以最后答案其实是24岁 你做对了吗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 有目共睹